感覺上會覺得 你好像不是回到你自己的家 中研院前院長翁啟慧 被控以女兒當人頭 收受號頂3000張市值9300萬的股票 將中研院糖分子研究成果 寄轉給浩鼎研發乳癌新藥 去年1月被檢方醫貪污罪起訴 讓他一夕從地位崇高的中研院院長 淪為貪污犯 失望又傷心 怎麼台灣會這樣子 以為我拿中研究員的東西給浩鼎 那其實這個技術源自於我在美國的 不是中研究員的 浩鼎的母公司是我跟詹內子創辦的 那個時候這個糖分子技術已經給Optimate了 投資是很早期 因為我是創辦人 創辦人都會被要求投資 表示你支持 你對技術真的有信心 我們回來之前成立一個叫 家庭信託基金 受益人都是兩個小孩 所以我們用那個去投資 目的就是要給小孩 但浩鼎2016年2月 如歪新藥解盲失敗 當時身為中研院長的翁啟慧 一度為浩鼎背書 聲稱自己沒吃骨 卻被查出女人是浩鼎大股東 被外界轟擊說謊 我沒有權力去揭露她的隱私 有一次我要去美國參加醫學會議 因為那個是在談浩鼎的民場 我被邀請當主持人 所以我要揭露跟浩鼎的利益關係 那我把女兒都放進去 結果被打回來 說你怎麼可以揭露 你成年子女的財富狀況 我才了解到 我不能夠揭露我女兒的 現場要不要直接幫我收買 我多少錢出來的嗎 我先讓你打就行了 喂 絕對會不會是嗎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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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跟假官招待嗎 來 再取 其實我也沒有感覺什麼 他要什麼我都給他嘛 因為我沒有做什麼事嘛 結果問了一整天 收手之後我以為我講清楚就沒事了 沒有想到後來就越滾越大 從開始說解盲我去講話 等於是在幫忙股市啊 後來發現我講的是事實啊 再過來又說你賣的材料 我來查了結果四倍啊 原來他把這個E-mail都翻錯啊 4-4 四倍到四折啊 我的中文打字很糟糕啦 所以我所有的他們來調資料什麼 我的E-mail什麼都是英文嘛 那他們必須要去翻成中文啦 而且我大部分是翻錯了 這個案子很多是這樣子 然後貪污啦 我那個就更 我沒有辦法承受啊 不曉得貪什麼 我是回來 回來台灣想幫忙嘛 那也 其實我只有付出 我絕對沒有拿什麼東西 但是到最後為什麼 好像我做錯了什麼樣子 我後來回想我根本是 是覺得 怎麼我 我們的人生裡面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們怎麼想也沒有想到說 會去跟貪污這兩個字搞在一起 自己出了這個事情之後 我才知道 我們的社會跟我們的政府 對科技積分法還是不了解 他把我們這一些做研究人當作公務員嘛 他不知道我們其實是學術研究單位 科技積分法的實施 他不受公務員法的限制 不受政府採購法的限制 也不受國有財產法的限制啊 唯有在這種狀況下 你才能夠把政府投資的這一些學術成果移轉出去啊 我還是樂觀在看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我最大的感觸就是我又學到新的東西啊 那還是要往前走啊 這個是第一個司法案件 進入這個司法的這個計轉案件 假如能夠因為這樣子學到什麼叫做計轉 然後再往前走 也算是一種進步啊 如今全案將在12月28日宣判 翁錦會對官司結果並不擔心 即便被判有罪 他也不後悔當初反台的決定 我能確定的就是我會繼續在這裡啦 繼續在這裡幫忙年輕人做研究嘛 不過我還是有絕對的信心啦 假如被冤枉的可能我會更受尊敬啦